杨子晒了两张图,一张是独自引人吃火多,另一张是独自看电影的照片。 被网友纷纷猜测,杨子和秦俊杰两人一分手,秦俊杰前天还在节目中公然对经纪人,表示公布恋情是很自然的一件事。 也符合90后的恋爱模式,秦俊杰被爆,有大男子主义,杨子曾在亲爱的客栈中爆料,他有很多男性朋友,原本以为秦俊杰会不介意的,没想到两个人吵嘴的时候,他会提出来介意这件事。 两人恋情曝光,杨子曾在生日前夕,专程飞横店约会秦俊杰,在席间,两人临幕传情聊得十分开心,居然还当着朋友的面,缓起了嘴对嘴心情。 两人亲热了好几次,杨子似乎还嫌不够,又主动堵上了秦俊杰的嘴。 至此,两人恋情大曝光,之前的春节假期,杨子秦俊杰跟朋友一起到泰国旅游,被朋友曝光了一系列合照。 当时,已经甜得网友牙糖了,看到杨子跟秦俊杰如此甜蜜,粉丝都忍,不住摧欢,不知道了杨子晒照的是表达什么意思。 不只是正常的恋爱中的两人闹别扭,还是调皮的杨子只是想安静得有下个人空间。 从杨子发文晒照,到现在秦俊杰还没有任何发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